朋友好啊 伴随着李克强汪洋的退休 伴随着胡春华的出局 伴随着胡锦涛黯然的退场 始于1970年代末自胡耀邦起 横行中国政坛40余年的共青团系 或者叫团派成为了历史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回头回望一下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立十年之功 一步一个脚印 直至昨天彻底的铲除了 中国政坛的这一大政治势力 那这个过程应该说 令人不胜感慨 而对于今天的这个结果 其实确实有高人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过缜密的分析 有过让人积案叫绝的研判 此功是谁呢 温吻吻松 今天早晨老王社长给我发来了 他和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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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对话 一个聊天记录 里面的是老王社长写的一段话 他说他介绍党史专家 温吻松先生的著作叫习近平为什么能 副标题是从十七大到十九大 这本书是十九大开完之后 温吻松先生就写出来的东西 那么老王社长说 当时读就感到温先生与我 对习近平的地位使命 特别是习近平对所有团派斗争的看法 相当接近 很欣赏 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欣赏 温吻松何取人也呢 让老王社长有这样的感觉呢 感受呢 温吻松应该说是文史 叫文史哲学者啊 他是美国哥林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 对于中国共和中共的历史 对于中共的这个新中国的历史 包括在哲学方面 都相当有他的建树 在国内的时候呢 就曾经有过马斯主义哲学导论这样的专著 1990年的时候就搞出来了 那么后来呢 这个他2004年到06年在这个人民网上 曾经开了自己的坛子 那时候叫温含松军事论坛 温含松的国际论坛 所以那时候当时呢 影响很大 后来呢 他就去了美国 2015年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 这个叫中共是怎样练成的 写过这样一本书 16年的时候还写过 这个 副作医汤安伯宋希莲 于北平上海华中战局 这样一本书 历史类的 这就是温含松 然后呢就是19大开完之后不久 他有他这一本专著叫习近平 为什么能从17大到19大 那么老王社长说这个温含松的这本书 怎么就让仅仅是观点相近 就让他很欣赏呢 不仅如此 老王社长说 当时对这本书看的时候就很欣赏 只是不知道温含松先生 对习近平的一些政治预判究竟能实现多少 那么老王社长说 昨天开完二十大了 结果传来之后 我对习近平的魄力和手笔 真惊奇了 这样的结果海内外几个人能够料到吗 于是呢 慌忙急急忙忙就到书架上去找出了这个 温含松先生的旧作 重新再读 有关这个 他有关这个习近平和团派斗争前景的那些个章节 几年前 他写出了那些习近平和团派斗争的一个章节 然后再比较一下昨天的这个最后结果 老王社长说 更使他赞叹不已 说温先生真有眼光啊 确实是有眼光 那么他说呢 他说只是呢 温含松先生 向习近平当初在书里头 向习近平指出 还应该清除一个人 但习近平呢 留下了这个尾巴 一直留到今天 老王社长说 此人无非己朝欲用冯君所好罢了 只要他不玩高级黑 危害未必就大 咱留下就留下吧 您知道这是说的是谁 那么呢 老王社长分享了温含松这本书的部分的页章 我也没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美国出版的 这个 是属于就是那种这个 华人办的那种小出版社出的 叫北美华文书社 出的这本书 那么老王社长分享的部分的页章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读上一些 他说一方面呢 习近平阵营虚实并用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高歌猛进 就说十八代以来 另一方面呢 是个另一方面 是对方的乌合之众的反应 反习阵营 暗中强烈的抵抗和吹死的挣扎 斗争表面上波澜不惊 实则已经趋于白热化 十八大后的政治格局 在习近平阵营以外 以往的江派 胡文派 甚至邓派 都仍以残留的形式存在着 其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邓派和江派的政治老人们 团派的李源潮 胡文派的孙政才 军内胡文派的房峰辉和张扬等人 以及所有这些人在经济金融领域里的代理人 此外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的派别 也就是红二代 红二代中的许多人 与上述各派都有着复杂的交叉关系 或者就是某个派别的成员 他们其实是反习倒习的最为活跃 十分吃重的力量 红二代 包括花帮的这些儿子们 包括陈湘璐这些人 发生在2015年4月到8月的经济政变 背后明显就有他们的影子 尽管这种影子是多重政治势力重叠的 针对表面顺畅 实则暗流涌动的尖锐的复杂局面 习近平一如既往的掌握重点 并故其他隐蔽企图掌握火候 从容应对精准打击 果断出手 一招致敌 达成了让政敌们充分暴露 并全面收网的功效 最终将十九大的主导权 牢牢掌握在手 下面一部分 继续清除江湖势力 重点清剿团排 这是个小标题 龙先生写 如前所述 胡文推行草根阶级路线 他们都是草根出身 胡文推行草根阶级路线 而做大的中共新官换集团 及其突出代表团派 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也是习近平新政的天然敌人 这帮坏蛋面广亮大 经过胡锦涛从1983年担任共情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后 尤其是199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 多年的苦心培植经营 团派已经 已经俨然成为中共官僚体系中的主流派系 胡锦涛主长共情团时期 但凡有一官半职的 到中共时期大以后 一般都已在中央一级部委办和地方上的省或者省会城市 担任主要的负责任 即便在习近平正式上位以后 在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和各省各部领导班子中 团派人马仍占有绝对多数 其中李源潮 孙政才 方峰辉和张扬等人还占据着高位 仍想在中共十九大上有所一搏 因此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前的 斗争的矛头 首当七出的指向了这帮坏蛋 重中之重 就是集中力量最后全面收拾 上有伟大不掉之势的这个团派 在江湖阵 在江派阵营日渐示威 胡文派阵营屡遭重创 反腐已成磅礴之势后 已拿下令计划和李源潮 此前在中共十八大 未入常为标志 就是拿下令计划 这是一个标志 第二就是李源潮 十八大没有入常 以这两件事情为标志 习近平就已经全面开始 拿团派开刀了 本来据坊间传闻 胡锦涛交班的时候 曾经对习近平提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托估胡春华 二是希望习近平能够放李源潮一马 而那个时候令计划仍身居高位 似乎不言而喻 这实际上是极其阴险的胡锦涛的一个大姨卯 企图保住他的哼喊二将 也就是令理体制 就令计划和李源潮体制 以及再加上保底的胡春华 也就是他的令理胡三剑客 以等待情况变化的时候 让团派势力整体上东山再起 从后来的情况看 习近平基本上满足了胡锦涛的要求 既没有让胡春华在高层政坛消失 也没有抓捕李源潮 但有说法 是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位以后 李源潮仍不老实 仍习惯性的频繁找令计划商量事情 似乎还在做令理体制的春梦 甚至还有传言 说他们暗中搞出了一个政变的计划 这就导致了习近平加速对令计划下手 以拦腰打断令理胡 这个围绕着胡锦涛的核心 圆胡 随后对团派的整肃 也整体上加快了速度 习近平上位以后 在多个场合谈到过 所谓的三门干部 三门干部 什么三门呢 就是从家门到校门 再到机关门 就就是共同团干部 习近平多次上位以后多次提到三门干部 这个问题 一计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 提出要把他们放到基层实际工作部门去锻炼 看看他们能否脱颖而出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团派 但主要指的就是团派人马 2015年 在习近平批评共情团组织脱离群众 高位劫瘫以后 进驻团中央的中央巡视组 跟着指出团中央存在严重的行政化 官僚化 贵族化 娱乐化的问题 这个当时的中央巡视组 把共情团中央的这个 这几话概括的很准 行政化 官僚化 贵族化 娱乐化 这已经是为了从整体上否定团派定了调子 的确团派的干部的升迁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干部出身 有的是秘书出身 转而呢 进入团派这个大展纲 整天做的就是讨好上司 结党钻营的功课 结果一个个练的八面玲珑 拱瓜流圆 致富一方无能 八截营私有数 即便到了地方上 也不挑担子 一般呢 是先往不太重要的地方 担任市委书记 也就是避开政绩 然后又取得主要的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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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身上 那么他举了很多例子 后来呢 他这个拿这个典型的这方面的干部 也是被习近平拿下的这个工情团当时的一个大佬 王三运来说事 王三运后来不就离开了团中央之后 当过安徽省的省长了 结果在安徽期间经济工作能力备受人家质疑 但是由于有胡锦涛令计划的给他撑腰 2011年12月 就在十八大之前 王三运竟然能够升任甘肃省委书记 成为 丰江大力 那么这个 这个书里接着说 显然这王三运是胡锦涛认伤 认人为亲 带病提拔的一个典型 而他恰在习近平上位前不久 卡位到一方的丰江大力 难免有胡锦涛关于十八大后 如何与习近平周旋的而提 灭命啊 就说这这个 这个胡锦涛对王三运 可能都有耳听灭命的东西 如何以后跟习近平练 所以抓了王三运 也就对团派腹体抽薪了 这就完成了对团派的极其重要的一战 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